各位朋友 承接上一段影片 我現在分析周啟生先生這首《天長地久》 其實他這首歌詞是很棒的 也在說一些初戀階段的事 一段比較黑骨銘心的分手事件 當然內容是被人飛了 女方那邊就不喜歡他 或者男方那邊不喜歡女孩子 提出分手 都是一些比較正常的分手事件 我現在一直要聽著他的歌 要帶出情感去說他的歌 周啟生先生在這首歌上 他的聲線 要是現在大家看到 即是那條有個分析 個巴分析那條片 其實這條片 就是有一個公司的歌 跟著就是有他在某個籌款表演的Live 我在Live裡面就Capture了其中一個畫面 就是周啟生先生很享受場的面部表情 我就Capture了他來做今次分析的封面 因為我在網上找不到周啟生先生 一些比較歡樂的照片 我希望由這張圖裡 帶出周啟生先生的初心 即是對音樂的初心 希望他為我們的樂壇更加進化 培育多些新人 好 我現在就回去分析他的歌詞 首先就是孤單的手抱著你的腰 其實就是男女 你也知道分手的時候很捨不得 當然是一個很浪漫的時刻 如果是劇情需要的話 可能加上一些語點 諸如此類 可能日來日出比較暗淡的位置 甚至乎如果是比較有些電影感的話 就是在那些長角有盞燈 這些王家衛先生就經常用 那個畫面就更加強烈了 當然是抱著 我當是周啟生先生的經歷 他抱著那個女生 不捨不得了 然後就說這種抱著的話 就像昨日正相愛的時刻 這一句 即是還面回以前甜蜜的環境 好 接著你說 今天以後不必再見也不必問候 這裡是很漂亮的歌詞 你看到甜蜜的時候他用了六、四、五 這是很有深度的歌詞 他的意思是說 今天以後就不要再見了 問候也不好 其實就是斷絕了通訊 很淒涼的 這些曾經擁有 不要濡流 即是懶是女方安慰了男生 即是都是一些分手的 不捨得的東西 接著溫馨的手 終於放下我的手 即是女生就用她很柔弱的手 放下男生的那隻手 是的 這裡就是一個比較的 因為溫馨的手 形容女生的柔軟度 跟男生的手比較粗獷的手 就成為了一個對比 這句歌詞也是很有深度 默默合上 雙眼忍仇 即是很有畫面 這句 即是女方 拼開了那隻手 嘩 那種傷感 嘩 來了來了來了 合上雙眼 嘩 這下心痛 好痛 是的 接著 你以輕輕吻別 心中指想 此一刻停留 即是 畫面其實 都很觸碰 即是 閉上雙眼 接著那個女方就 好像電影那樣 輕輕 嘴一下 接著 就 即是那個男方那裡 就很想這一紋 永遠停留在這裡 即是 她仍然是很捨不捨不捨 都是 即是不想放手那隻 是的 接著曾經擁有 不管多久 都是呼應回上面這一句 即是 即是 很無奈 即是她 嘴完它之後 當然是轉身走的 這樣東西 那個男生 唉 糟了 這次 都真的分手了 唉 挽回不了了 那種無奈 就是在這句歌詞裡 突顯出來的 是的 接著 如果這裡 因為我聽她唱 就聽了是 若果這樣的 那麼 她這裡的歌詞就是 如果 如果又好像沒有那麼壓音 是的 若果又好像正一點 這裡又真是 那麼周桂生先生 這裡是 唱得挺好的 真心不可接受 或者不方便擁有 即是 即是 那個男生 哇 很真 即是 認定了這個女方 那麼 但是 在問著 為什麼這個女方 是 拍了拖 但是 你要走呢 是不是我不好呢 這樣 又或者 會不會是 就是有些苦衷 這句是 挺有深度 又是 或者不方便擁有 其實就是 代表了 喂 或者會不會有苦衷 其實都是 不甘心的 想法來的 那 為何 又等今天 最後 趁早 一點分手 即是 為什麼 又要 來到現在 你才 要提出分手呢 是不是有問題呢 是不是你都不想呢 這樣 跟著 如果 是你 真的貪新厭舊 偽裝 悲哭 蒙濕頭 即是 會不會是 有個第三者出現 這樣 為何 你想說的 說話 藏於 落幕 眼光背後 即是 那個男生在想著很多事 喂 會不會是 來有苦衷呢 又會不會有第三者呢 那 跟著 很不服氣 就是說 喂 會不會是 有另外的 情況出現呢 這樣 這一句呢 就是 為何你想說的 說話 對了 就是說 會不會有 第三個情況 或者第四個情況呢 都是一些 開始混亂了 就是 那個女生真的走了 你知道 失戀過的朋友 都有這種經驗 就是說 那個女生離開的時候 那種心痛 嘩 很糾纏 是的 那麼 依依不捨的 看著你走 是的 這個是第二段的歌詞 木納在者失意的時候 就是 那個女生慢慢走 然後她就呆了 傷心到 是的 一聲今天最後 不說再見 也不肯回頭 就是說 其實她的意思就是說 喂 你今天說了 一句話分手 喂 要不要做到那麼絕 以後都沒有聯絡 會不會還有機會呢 有這樣的想法 曾經擁有 不要累留 就是 這個就是 很不甘心 也是 會不會 喂 想都想不通 即是她人疏疏地 已經 即是 定了在這裡 她人已經疏疏地 嘩 這個意境力又多高呢 如果真心不可接受 這裡也是 它是 其實就是 這段副歌 其實是再加強 上面這一段而已 那麼 就是說 喂 會不會有很多 情況 你是被迫的 也就是 這樣的 那就鞏固 上面這一段歌詞 對了 即是她呆了在這裡 不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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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 去到最後 她不斷重複這裡 就是 道盡 你虎 如幽 落幕 眼光 背後 其實這裡 就是一個 很觸心的畫面 這裡 你想想 那位女生 她已經是 肯定離去的 那位男生 就是 疏疏地 已經去到 即是 很 很 明明的 心也很痛 接著 就在這裡 想 道盡 你虎 如幽 落幕 眼光 背後 其實 這一句 我猜 就是她 填詞 那位 就是 就是 覺得 哎 反正 都是 這段 感情 都沒有了 祝你以後 幸福 其實都是 這樣 接著 就是 這個 落幕 眼光 背後 就是 喂 有痛苦的 我自己 受回它 祝你幸福 其實她 這個歌詞 是非常 到位 就是 全部 接著 其實 我重複一次 就是周嘉生先生的聲音 是很適合唱這首歌 因為我聽了網上幾個版本 再聽一些新人去唱 都沒有這種滄桑味 因為這種滄桑味 的確是帶出到一種很淒涼的意境 就是 譬如 她這個感覺就有一點像王傑先生那些感覺 就是一唱就有那種滄桑味 給你的感覺 其實這首歌是很棒的 好 這首歌就短短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 如果喜歡這首歌 都是那句 音樂無分國界 無分敵我 就是希望 音樂就帶來大家的歡樂 或者勾起大家的情感 諸如此類 有些人甚至打發時間 如果喜歡這首歌的朋友 就嘗試去尋找聽 我們有下一條影片見 下一條影片見 我應該會馬上錄 印尼姐姐的那首歌的解說 大家繼續追蹤 謝謝 謝謝 好 麻煩你 嗨 換你 影片 直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